黎子真会穿,身穿黑色逆花连衣裙端装优雅,47岁鸟变成20岁少女和大家好,我是何友强说到黎子,总是能联想起她赵尹的扮相。 年轻时候的黎子,真的是美得不可放物呀,大家都知道张伯芝,她精致的五官真的是太美了,是那种看一眼,就无法忘怀的美。 但是就连张伯芝都说,她唯一承认比她漂亮的人就是黎子了,虽然这几年黎子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了, 但是她的美貌却一直让人印象深刻,就算是最日常的穿搭都掩饰不了上天赐与她的天生丽质,人家都说认真的女人最漂亮。 这句话真是一点没有说错呀,黎子手中拿着图纸在认认真真的看,尽管背景有些杂乱,甚至拍照的技术也不是很好。 但是黎子依旧美得让人一不开眼,白衬衫搭配半身裙的装扮实在是太干练直醒了,再加上一双肩头高跟鞋,女人味十足,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角度的问题,看起来有点无五分的身材,黎子真是太认真了,而且一点偶像包袱也没有。 人家地气,看样子应该是准备装修吧,和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谈,说的都手脚并用举止啊,这样的女神真是太可爱了,关键是她已经白衣服搭配阔腿牛仔裤,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,一点也不像是47岁的人,要说她20岁我都相信。 T是上眉红色图案,和脚上的眉红色高跟鞋想呼应,年轻的又时尚,日常生活中已经飞,场时尚漂亮了,出席活动时,就更加精致时尚了,一起红色连衣群时尚抢眼,红色是非常衬托肤色的一种颜色,将黎子的皮肤衬托得白里透红,同时红色会让人看起来很有活力。 卡尖的设计恰好露出她先手的手臂,看得出来身材是真的很好,再搭配上一条黑色的腰带,时尚感爆棚呀,依旧在忙着装修的事情。 看来驴子不仅长得漂亮,演技了得,而且还涉猎广泛呀,不过这一次的打扮和上两次有点不一样,这一次似乎更精致了一些呢。 一件黄色的格纹大衣搭配上黑色的短靴,优雅复古,格纹元素一直都是时尚界的宠儿,时尚感很强,不管和什么样的服装搭配都特别好看。 再穿一双黑色短靴,气场强大,关键是现在已经入秋了。 这样的穿搭有保暖又时尚,驴子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端装优雅,黑色依向代表着成熟稳重,而且在视觉上还有显瘦的作用,是很多人出席活动,是应付颜色的首选。 驴子已经47岁了,可以看得出来了有一个不是特别明显的小肚子,到那时这丝毫不影响,加上连衣裙上的红色的碎花图案,清新俏皮,和书画感整体灰尘的颜色是非常契合的,图片全来源于古联网,文章原创。 请愿者 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